大家好,我的名字叫Stanley,我是在Sheraton University工作的。 很多時候在春天的時候,大部份的人都會來問我, 怎樣可以令到有一個健康、肥沃和脆綠的草地。 很多時候他們就不明白怎樣可以令到有這個效果的。 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年我們都需要有幾樣東西要做到, 然後令到這個草地更加的肥沃、美麗和脆綠。 大致上,草和人一樣都是一天要吃三餐, 而草地是一年要吃三餐的。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在這個草地施肥,春天、秋天和夏天。 大部份來說,我們可以用這個肥田料。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要在四月、七月和九月的時候, 都要施肥一次,令到草地有充分的燃養,可以維持它的生命。 而另一件事就是,在安省過去這兩年裡面, 有很多的化學農藥、殺草的農藥, 都是被政府replace 了,或者取締了。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知道什麼的植物, 或者什麼的野草在這個草地裡面生長, 我們才可以建議你一些的農藥去殺死這些野草。 如果可以的時候,你最好就拿一些 sample 進來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幫你引證到哪一種野草, 而介紹一些適合的農藥去殺死這些野草。 最後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每年都要加些草草在草地上面, 就因你家裡的環境,通常來說, 大部份人都有草地都是在陽光充足的地方, 或者是陽光不是很充足的地方, 通常如果是陽光充足的話, 我們都會選擇一些叫sunny mix, 就需要六至八個小時的陽光去生長的環境裡面生長, 而一些地方不夠陽光的, 就會有一個叫shady mix, 就是可以由四至六個小時的陽光的環境裡面, 亦都可以生長, 當你選擇適當的草種的時候, 就會令到你的草更加美麗, 但當你殺草種的時候, 亦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在裡面, 就是當你殺了草種的時候, 你就需要一些叫做viva lawn, 是一些泥土, 令到草種更加濕潤, 可以令到它們萌牙得好一些, 他們的establish, 就是照顧得更加美麗, 翠綠的了, 多謝各位, 希望你有一個開心愉快的gardening, from Sherry's Nurture.